近日,云南大理 据澎湃新闻报道,一段女子在云南大理尔海罗永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现场画面显示,一女子赤裸全身下水游泳,岸边坐有三人 女子此举动引发围观派摄者欢呼 11月22日,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回应称 女子在尔海罗永行为可能以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警方以前曾处理过此类问题 该工作人员表示,游泳严格划分区域、自然生态保护核心区禁止游泳 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,就由公安来处理过